晚上用餐時間 一名黑衣男拿著面火器 大啦啦走進餐廳內 碰得一聲把面火器放到餐桌上 一下不夠 再來第二下 之後裝沒事離開 但他並非瞧位置 原來面火器下方是餐廳老闆的手機 回到幾分鐘前 原來男子先跑到老闆的次親店借錢 結果一毛都沒要到 惱羞成怒跑到餐廳泄糞 手機螢幕列出好幾道痕跡 老闆花了六千元才修好 但衝突還沒結束 雙方在西門町徒步區互嗆 你一言我一語 男子手上還拿著鐵匣 原來他就是當地的頭痛人物 臭豆腐哥 借不到錢就砸手機 還拿紅樓砸老闆 各種嗆聲 警方到場也沒這怕 甚至隔天還繼續登門 直奔餐廳叫囂 隨後轉身離開 兩天內七度找麻煩 上次的狀況我知道他就已經有拿西瓜刀了 對 都無視的人脫身 對啊 所以你說像這一次碰到 我是絕對不會鼓起 我一定告 趙姓男子過去在西門町擺台賣臭豆腐 多次鬧事臭名昭彰 屢抓屢犯 警方也很無奈 每次都是小罪或設為罰款送辦 成為西門町的未爆彈 四零新聞 孟國華雙雲 臺北常報道 炸豆腐的鐵匣變成攻擊武器 臭豆腐攤老闆不斷揮舞 朝路人後腦勺猛力連刺兩下 臭豆腐哥 招姓男子 白攤白到達路人 但惡劣行徑不止這樁 上個月二十七號 只因為路人講話太大聲 就拿板凳猛砸 堪稱是西門町商圈首惡 據了解罪名招姓嫌犯 每到下午四點過後 就會來到西門町和中街 這一處擺攤賣臭豆腐 但一提起這樁人物附近攤商 全部三間齊口 就怕被對方找麻煩 講出來那個那個人 想會愛他們麻煩 對啦 你要跟他講話 講話 跟不止我只有這打人嗎 那他都知道故事 二零二零年招姓男子 吐口水打騎士 還隨機襲擊學生後腦勺 二零二一年 跑到姊姊的彩券行大鬧 遭警方當場壓制 傷害案件一羅筐 是當地頭痛人物 二十九歲趙姓男子 有傷害毀損恐嚇等前科 在西門一帶持續惹是生非 犯下超過十七以上的案件 附近攤商人心惶惶 但為了做生意 只能盡量不去招惹 他那個人就是頭痛人物啊 我也管不了那麼多 聽說啦 他要被抓去關起來了啦 因為是非法攤商 商圈自治會束手無策 對警方而言 他並非現刑犯 就算被害人提告 警方證訊後 只能放人等待司法判決 中間空窗起 讓他在外趴趴走 高得當地遊客攤販 人心惶惶 幸好接下來臭豆腐哥 恐怕沒辦法在逍遙法外 將要入肩服刑 為過往一次次脫序行為 付出代價 三地新聞解汗名 陳怡萱 台北三郎報導